大家好,我是张欣 今天要在深夜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喝的汤 就是姜丝蛤蜊汤 我们今天要煮的是文葛 老婆,文葛你要不要猜猜看 它跟日本的文葛到底是不是同一种 是吧 很多好朋友都认为 台湾的文葛跟日本的文葛是同一种 因为台湾最早期开始有文葛记录 或者是开始养殖文葛 真的是在日据 在日本人把日本的文葛引进来 把它放养在淡水河口 好像还真的有养殖成功 甚至稍微有量产的记录 所以大家都认为台湾的文葛养殖 或者是海边的文葛跟日本都是同一种的 可是现在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 把它的DNA拿来做分析 结果发现台湾的文葛还真的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的文葛跟韩国一样叫做立文葛 而在北方 中国北方沿海一带的文葛 叫做中华文葛 而台湾海边跟东南亚一带的叫做台湾文葛 它三种文葛完全不同 外形看起来一样 可是日本的文葛 基本上是生长在全咸水的地方 而台湾的文葛是生长在咸水和淡水的交界处 它的岩度适应没有那么广泛 所以日本的文葛曾经实验过 如果带到台湾来 放养在台湾文葛生长的地方 基本上活不下去 因为太淡 把台湾的文葛拿到日本文葛生长的地方太咸 也活不下去 就后来发现可能日据时代 从日本弄来的那些文葛放养在淡水河边 或者淡水河口 可能放下去就死掉 而真正捞起来量产的 可能就是原本生长在台湾的台湾文葛 这个东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也挺好玩的 不过讲到日本的文葛 我们就来说说日本的葛丽的故事吧 老婆 山顶洞人里面不是也发现了很多北京人 古时候的原始人都发现有很多贝壳的遗迹吗 对不对 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那个时候原始人就会有贝壳的遗迹 老婆要不要猜一看 地形变动 第一个是地形变动 第二个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的范围之内 我总觉得很早 不是中国人 原始人不管世界各地的原始人 都知道贝壳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还有特别的鲜味 因为早期没有把它拿来作为钱币 一定是拿来做装饰 要不然就是拿来吃的 我觉得拿来吃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一发现都是发现一堆 原始人没有那么闲 不会解一大堆回来做装饰 都是拿来吃的 就随地弃字了 讲个小故事吧 我们刚刚讲到日本的文革 对不对 日本有一个文革的小故事 挺好玩的 大家听一听 所有的蛤蜊精或者贝壳精 其实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出现 以前我们跳绳的时候 不是都有一个正在跳来跳去 拿一个贝壳跳吗 日本也不例外 有一个男生 他就到海边 挖到了一个很大的文革 所有的人都劝他 这个是一定是特别好吃吧 他卖掉吧 他想一想 能长到这么大 一定是非常非常多年了 他想想算了算了 就把他放生回去吧 就把他放到海里面去了 就立排综艺哦 结果到了晚上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 就跑到他的家门口 去敲他的门 他打开一看 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结果那女孩子也非常直接啊 开门竟然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娶我 如果你要娶我 我就嫁给你好了 他一想 哎呀 穷光蛋一个 居然有一个大美女 半夜跑来要嫁给他 那怎么办 他又赶紧点头说 好好好 结果他就娶了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哦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啥都不会做 最厉害的就是煮汤 他每天晚上 男生出去海边 逃海 就赶海之后回来 他都会煮一碗 非常好喝的汤给他喝 这碗汤 男生喝了之后 就非常的鲜甜 非常的鲜美 但是这个女孩子 跟他结婚的时候 曾经有跟他约定过 就是他在煮菜做饭的时候 男生绝对不能去偷看 男生也信守承诺 可是他的汤就特别好喝 那男生不管到哪里去 就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 结婚非常多年之后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就去偷看 打开那个厨房 我们偷看一下 他老婆到底是 怎么煮的这个汤 这么好喝 你要不要猜猜看老婆 接下来可能有一点不雅 大家听听看就好 他居然发现他老婆 偷偷尿尿在那个汤里面 结果他老婆突然 把那个汤端出去 给他喝之后 那个男生不喝了 他就觉得怪怪的 结果男生就跟他承认 他偷看了他煮汤 结果那女的 就觉得你怎么破坏了 我们的誓言 突然就变成了 那个大棒壳回到海里面去了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今天啊 镜头不变 就我来做这一道 小好吃的小料 生意的小料理 因为这是我一个老大哥 以前教我的 他也是眷村大哥 他非常懂得享受 他每天晚上 就自我煮一碗蛤蜊汤 他说可以补干 自己煮自己喝 因为他也没结婚 他就把他做的方法 传授给我 有闲情意志的时候 就可以这么做 你看我们今天就弄 六颗大的 越大越鲜蜓 你看这个超大无比的 文革 这个通常要长两到三年以上 才有可能长到这么大壳 你看这个是长大 超大 另外准备的就是这个九层塔 跟姜片 其他都不用了 咱们就准备上锅煮水 先煮一锅水 我们就把这个姜片放下去 这个还是去腥 也去寒气 也不要多 就放一些就好 你要切成丝 不切成片都可以 我们习惯是切成片 然后把它开大火 这个就是要放个半咸水 给它吐一下沙 然后把盖子盖着 它吐的效果特别好 就是模拟它平常新陈代谢 和居住的环境 黑了 它就比较容易吐水 好 这个时候开大火 咱们就一颗一颗 把它放下去了 也很大颗 超大颗 对对对 好 这个摆着 就先不理它 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 另外一个动作 这个九层塔 我那个大哥跟我说 就不要放下去煮了 就给它放在这个碗里面 嘿 待会用冲的 它那个 摆起来的效果 第一个香味会被冲出来 第二个它会颜色非常翠绿 非常漂亮 怎么样 我们这老哥有讲究了 好 这个时候 九层塔放好了 我们就要米酒 来 看米酒 米酒加到这里 我不是加到汤 哎 看一下 里面一丢丢的米酒 不要多哦 这样子 待会汤里面才会有米酒的香味 这两个准备好 就放在旁边 这个时候眼睛 就要来看了 你看 开了没 开了 开了之后啊 有讲究 这个热水 往它身上 拨五下 让它稍微烫熟一点 也把它的鲜味 涂到汤里头一些 这一颗就把它给 起锅了 你看这多肥 多漂亮 对吧 放到这里来 一颗 咱们就继续看 第二颗什么时候开口 同样动作 你看开口了 对不对 把它撑一下 然后拨几下 哎呦 都开了 快快快快快快 没关系 就要拨它 不要急 好 拨好了 不要多 这第二颗 很漂亮 把它分好 来 第三颗 反正就是开着就先撈出来 继续煮 它会越来越 但是不能不煮哦 开了之后 我们刚说一定要拨五下哦 再放过来 这个 放过来 哦哦 你看 漂亮 这样都有了哈 调整一下 好 这个时候汤 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要把上面这个 浮沫 浮沫 统统把它给焯了 这样汤就变什么汤了 清汤 清汤 你们看出来 吐沙吐的干净 清汤出来了 嗯 最后 加一点米酒在里面 嗯 冲一下 好 熄火 咱们再调味 熄了火再调味哈 加点盐吧 来一点 味精 味精提鲜 好 好 浇一浇 嗯 给它融一下 你看 这个汤的鲜味出来了 所以就把汤给加进来 这瓣壳好饱满哦 哎呦 这个时候酒味有没有出来了 有 你看九层塔这么一放 嗯 这个九层塔啊 给它从下面拉起来 哎 哎哎 不出来勒 嘿 拉出来这么一放 老公你照镜看一下 嗯 你看这个翠绿的 透明的感觉 嘿 上桌 死刺 你看我那老哥教我的啊 两手捧着碗 感受那一股鲜甜啊 它有两种东西 把鲜甜味给 induce出来 第一个就是九层塔 它会把鲜味给衬托出来 第二个就是米酒 米酒加上这个鲜味之后啊 它会变得更咸 突然觉得肝变好了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 我们朋友 我子女吧 是不是子女的同学送我们的 他们在台南自己养这个文科 送这超大颗 大颗 吃一颗吃一颗 他说这个要养两年多才挺大 一大颗的真的比较甜 超甜 味道差很多 而且煮一碗 你看三颗 两颗 整个那个汤里面就都是鲜甜的味道 虽然贵一点 但我觉得买大颗的回来啊 自己这样子有点仪式感 慢慢煮 按照步骤一点一点煮起来 这碗汤喝起来特别有味道 真棒 当心办谈 天天都有些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非常简单做 非常好喝的 姜丝蛤蜊汤 咱们下回见 拜拜